大陆外交部助理部长华春莹证实 习近平已经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话了 而是透过电话进行热线 就俄乌战争的议题来讨论 习近平表示大陆会派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 对于乌克兰危机会劝和促谈 是他们的核心立场 而泽伦斯基也说要派大使到中国大陆 并且表示这一次的通话真的很有意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